回家包紅包 那今天我們就來化妝 鋪印這個豬年就來化一個金紅色搭配的吉祥妝 首先先搭配自己喜歡的眉型 那這一次我的彩妝重點會在眼妝跟打亮吧 那既然是新年眼影 我就用這個三色眼影中間的這個紅色來做一個點綜 它是比較低調一點比較悶一點的紅色 那這樣子的顏色化在臉上的失敗率就比較低 你可以顯現出自己的性格 但是又不會失敗 沒錯 打出一個眼折以上暈開看得到的眼影面積 紅紅的這樣子 交界的地方就稍微的 少了自然過度 完成好想要的範圍之後就可以在 範圍以內把你要的顏色的飽和度加強 用刷子如果你想要你的眼影範圍比較自然 但是顏色覆蓋比較淡 你就用整個面貼比較多 然後範圍小一點就是沾取粉 用底頭一點點側面這樣子 稍微立一點點 這樣的話出來顏色會顯色度比較高 接下來第二個用到的是這個 這是我新買的 魔幻鑽石光立體眼影蜜 它是香檳精 然後就覺得怎麼搭配紅色很吉祥吧 金色紅色的感覺 在眼影的搭配上顏色之外 你也可以用不同的材質的質感去 就會讓你的妝容看起來是很乾淨 然後又各有特色的樣子 先上在上眼皮的這邊到這邊上面 然後下一個步驟上在破產的位置 一樣先把你想要的範圍定出來就好了 然後先上在 顏折的這個地方 大亮 有沒有吉祥的感覺 OK 眼影蜜的顏色我挑的不是大金色 我挑的是香檳色 而且我覺得顏色色調不會太黃 對我們皮膚黃的女生是比較適合的 就這樣小小的範圍就好了 不用畫太多 好那上眼影就完成了 再來是我的臥蟬 上在最亮的這邊 手指頭往內拍 這一次 這樣子 Marily的眼線 他的眼線液的顏色是比較沒有這麼濃的 想要眼妝感覺比較自然 或者是眼神看起來不要那麼兇的 你就可以很適合用這一種 以內眼線為主 那外眼線就是 等一下看心情吧 那我想先幫自己畫一顆字 最近的妝都想帶個字出門 選這個位置 因為這裡剛好長一個肉牙 下個步驟畫 內眼線 線條 平等啊 可以是這個色尾 可以 收一個尾 好 感覺起來還蠻不錯的 下一步就是選我的唇彩 是這個 NIX的 這是接近唇色的 粉色唇線筆 因為我的嘴唇有些地方是比較難均勻上色 那有這個就比較有問題 嘴唇的周圍立體度做一個加強 然後上嘴唇的唇周這邊會比較暗沉 那你就用這個 好了 唇彩搭配這個 碧雅的唇釉 它是有一點那個柔霧感的指定 腮紅衣 修球畫 眼頰的地方 輕輕的集中 拍開 這樣氣色就不錯 然後最後五官的最亮的位置 用剛剛那個眼影蜜 旋骨眼內 這些位置 那我就把它刷開 那我把耳朵開 這樣就很有光澤感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的 新春返鄉look 然後我是搭配 紅色的出真毛衣 肩膀上再配一個這個 淺色的外套 披在上面 這樣子 感覺上就非常的簡單 又很適合新年過年的感覺 臉上是搭配這個 這一次我為大家準備的 新豬年吉祥妝 顏色很吉祥吧 有這種開運的感覺 心情特別的好 支架你可以去做很應景的感覺 希望大家今年都收穫滿滿的 把我們包回家的時候 心情也特別的好 大家今年新年都可以過得很開心 好 那我的影片到這邊啦 祝你們大家新年快樂 掰掰 如果今年過年有時間的話 我想把我的櫃子切好 好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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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